最近围绕着法国和梅英澳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矛盾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法国情报机构能力提出了质疑 尽管法国总统府和法国外交部表现出怒不可遏的态度 法国外长路德里昂甚至说这是背后插刀行为 但是法国情报机构在干什么 为什么事先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法国政府提早防备的信息 今天法国又爆出一起不大不小的猛料 事关总统马克龙 爱丽社工22日证实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健康通行证二维码早到泄露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网站 昨天就报道过 马克龙的健康通行证二维码 于20日晚泄露至互联网 并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传播 该二维码不仅包括马克龙本人的出生日记和姓名 还记录他接种疫苗和种类时间和次数 爱丽社工对此予以谴责 并责承法国仪式工会全国理事会查处并处罚泄露者 此时危害程度并不严重 因为马克龙出生日记和姓名并不是什么秘密 但令人担忧的是 法国总统的医疗方面记录竟然会如此轻易的遭到泄露 要说没有内鬼谁也不会相信 一些法国媒体也指出 很难想象像拜登普京的接种记录会被泄露到互联网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美国和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将承担责任 马克龙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时间点相当微妙 这或许是美国情报机构 对马克龙个人人身安全的一个警告 如果你再继续用强硬手段 对抗美英澳三国联盟 那么接下来 可不是泄露你一个健康二维码这么简单 包括总统人身和个人信息安全 本来就是法国情报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 这件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法国情报机构是多么废材 美英澳背后插刀之势更是如此 根据目前信息来看 美英澳三国勾结蒙蔽法国的时间长达18个月 具体行动时间则是在今年3月份 英国拉的皮条 三方6月份在英国G7峰会期间面谈成交 美国得到利益大头 英国喝到汤水 澳大利亚背信弃义 而法国成了怨大头 英国内阁将涉及三国联盟的所用文件都标识为绝密 得知与澳大利亚核潜艇合作项目的高官人数 更是少到十人以下 马克龙是G7峰会参加者 美英澳是在马克龙眼皮底下 完成了出卖法国的交易 法国情报机构却连一脸风声都探听不到 他们是睡大觉 还是对美英澳根本没有防备之心 难道美国真的值得如此信任 要知道美国监听法德领导人 已有好几年时间了 之前还爆出在冷静计划 被斯诺登揭穿后 美国还利用丹麦情报机构 继续监听法德领导人 7月份又爆出马克龙的手机 送到以色列间谍软件 飞马的监听 法国说要调查此事 至今没有下文 很显然 昂格鲁萨克逊人和犹太人 在欧洲从事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他们想掌握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国政要的所有个人秘密 目的是什么 政治要挟 或是政治毁灭 这取决于他们对昂格鲁萨克逊人 和犹太人利益的态度 欧洲各国情报机构 又是美国渗透的首要目标 以华为5G项目合作来说 欧洲国家是否与华为合作 他们的政府在表态时 总是说 根据情报机构建议 我们将决定如何如何 德国情报机构独立一些 他们给政府的建议是 没有发现华为设备 存在安全风险的证据 而德国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 都是跟美国在走 北欧更是如此 法国情报机构也是人浮于世 好不到哪去 他们这几年来工作成绩是什么 证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使用了化学武器 证明孔子学院 在布列塔尼干预 法国教育部门 证明俄罗斯黑客 在入侵法国敏感部门网络 这些需要证明吗 无非是跟着美国情报部门 人云云云云的栽赃宣传 在安理会五大善人里面 法国情报机构能力是最差的一个 对外 他们收集不到 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信息 对内 连总统个人信息都保护不了 说白了 法国情报机构就是在混日子 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这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法国情报机构主要有三个部门组织 对外 对内 军方 成立较早的是法国国防保卫局 职责是负责监视法国武装力量 尤其是海外兵团 这也只能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的特派员制度 所谓特派员 相当于政委 是专门用来确保海外兵团的政治可靠性 防止其发生叛乱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 这一功能已基本不存在 1992年 法国成立了军事情报局 专门负责军事情报和卫星图像分析 法国拥有独立的卫星图像分析能力 DRM主要是为法国领导人提供战略情报 法国对外情报机构1982年成立 即对外安全总局 它对法国内阁负责 下属有四个局 1.战略局 从事国外情报研究为外交部服务 2.情报局 负责人力情报收集 招聘他国线人以及工作人物分发 3.基础局 通过地面站点收集信号情报 4.行动局 负责特殊的隐蔽行动 得到总统批准后甚至可以杀人 1985年7月 在新西兰奥克兰 炸毁绿色和河滨组织的彩虹勇士号轮船 并炸死一人 就是密特朗普批准的特殊行动 不过此事最终导致 DGSE局长和国防部长下台 因为这帮废财没有做好保密工作 被内情报机构于2008年成立 即国内情报中央局 主要职责是反恐 反间谍 反颠覆 该机构是将以前的法国对内情报机构整合而成 有制法权利 其他还有国防部 财政部 经济部 内政部 外交部 等部门专属的情报机构 这些情报机构人数加起来有数万人 开支庞大 但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 只能有低下来形容 比如 2016年7月14日晚间 尼斯市在举行法国国庆日庆祝活动时 一辆大卡车撞向正在观看烟火表演的人群 31岁的突尼斯一司机 还下车向人群开枪 造成至少86人死亡 202人受伤 这并不是一起难以防范的恐怖袭击事件 法国情报机构 难自其救 还有查理周刊 遭到血洗案 法国情报机构如此废材的根本原因是 整个机构被边缘化 法国政客对情报机构的反感 可以追溯到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 当时法国陆军参谋部的德雷福斯上尉 向德国人提供了抛兵情报机密 被以判国罪起诉 法院判决结果为终身流放 犹太人用尽手段 为德雷福斯洗白 1906年法国高登法院又改判他无罪 情报部门反而成了罪人 情报负责人心灰意冷 情报机构成了政治牺牲品 虽然在技术上 法国部署英德俄 但情报机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 已大大折扣 包括二战时 德军绕过马基诺防线 法国情报机构也是反应迟钝 判断失误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 戴高乐将军 重组法国情报系统 任命雅克 苏斯大尔为特别任务总局局长 上设法国行动委员会 这时期法国情报工作运行相对良好 原因是戴高乐对美国情报人员渗透很反感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戴高乐又下令成立反间谍局 切断法国与美国CIA合作 肯尼迪给戴高乐去信 警告法国内阁中有许多赤色分子 而戴高乐回信十分强硬 法国内政不容干涉 戴高乐去世后 法国又回到老样子 法国情报机构也开始不做正事 专门替政客们处理一些鸡毛鸭血的迫事 彭皮杜当总统时 他的夫人克洛德彭皮杜 与欧拉雅掌门 莉莉亚娜北当谷夫人 还有多尔纳诺伯爵夫人 三个老女人特别爱玩 他们玩的还是阿兰德龙这样的顶级男明星 而阿兰德龙的保镖 斯德凡马克维奇起了坏心眼 他正负不贵妇在客厅里 开不可描述的party时 偷拍了现场照片 然后卖给报社 得了一大笔钱 他使随之位又举头拍 在出售照片时就被人给杀了 阿兰德龙保镖被杀 事情就闹得更大了 这不等于告诉大家谁在玩谁吗 彭皮杜总统一怒之下 撤了好几个情报头子 老婆爱玩他管不着 但情报部门事情干得不彻底 把火越烧越旺 总统脸面何在 80年代密特朗执政时 情报部门又因为这类丑事受到打击 同时他也是巴黎的高级交际华 专为达官贵人组织派对 他的情人之一就有雅克阿塔利 卡洛尔布盖在别墅举行引发时 法国情报机构还得派人保护 以防有人偷拍到政要 但有一次 情报人员发现他们的长官也参加了引发 心里受到很大刺激 我们都在外面啃冷面包 防狗仔队 你们当官的倒好 在别墅里各种当 于是就撤了 结果高官在别墅的画面被狗仔队拍到 成为社会热点 雅克阿塔利也被拍到 他提上裤子就去向密特朗总统告状 情报机构不专业 而且很危险 丑闻曝光是内外勾结导致 情报机构没价值 法国情报机构就这样一步步被边缘化 而密特朗任命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 皮埃尔·马利翁 则是个美国代言人 皮埃尔本来是法国航天航空公司的北北地区经理 他怎么能当上情报部门负责人 因为他的老板是雅克·密特朗 而雅克·密特朗是总统的亲哥哥 是雅克·密特朗向总统推荐了他 于是密特朗就同意了 这也说明法国总统对情报部门的马虎态度 到了萨克奇执政时 法国干脆把情报事务交给了北约和CIA 搞所谓的美法情报共享互信 萨克奇在2010年还成立了一个情报学院 请得禁食美国教官 萨克奇有多少秘密被美国人捏在手里不清楚 但这样一来 原本就一位边缘化的法国情报部门又丧失了独立性 再说美国真的会跟法国分享情报 想多了 美国还有五眼联盟 还有英美情报合作机构 法国包括德国都是被怀疑对象 跟昂格鲁萨克逊人共享情报 这不等于引牢入世吗 到了奥朗德时代 恐怖袭击以来 法国又想加强情报工作 但哭哭啼啼点完蜡烛后 有割下了此事 情报部门还是处于边缘化状态 马克龙上台 法国情报机构工作也没有起色 还是老样子 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起哄 情报机构的独立性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成了美国的派出单位 这个国家荷兰安全可言 欧洲应放弃对美国幻想 欧洲安全只能靠自己 今天的很多事情说明 如果法国人不改变思维 不彻底改变依赖美国情报系统的习惯 法国被插的刀只会越来越多 对法国来说 还是那句话 美国扣得住 母猪能上述